我們是有一個Promotion Call給大家 但我們是有一個Promotion Call給大家 片尾告訴你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我們要改一件我覺得非常神奇的服務 就叫做Boxville 好了 現在我們就在等他到了 他們應該在5分鐘就到了 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拍一個新屋的tour 但因為想辦法把舊的傢伙搬走 他們才可以搬一些新的傢伙來 這件事遲遲在這幾個月都未做到 然後我除了傢伙還有很多個箱 我想放入Storage 但我又不知道整個服務 整個Service應該怎樣做的關係 就一直都拖著 一直堆滿了家裡 又不Unbox 然後有些傢伙堆到周屋都是這樣 一個月前 JK幫我安排了Boxville 這間類似搬運Storage Service的公司 就幫我安排了一些傢伙 帆桌子 兩個茶几 一雜物的箱 在很驚人的速度下 我想半個小時 就把所有東西都搬走 我覺得這件事實在太神奇了 所以我今天想拍影片 去介紹這件事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今天 先介紹一次給大家知道怎麼用 首先你先登記了一個用戶 就是有個帳戶 可以選擇兩件東西 一個就是buybox 這個藍色盒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然後自己就這樣拿 對 第二就是你上次那些就是 斷square feet 斷尺寸需要多少 首先最好的東西就是 譬如說你有一張飯桌 它不是整張飯桌幫你搬走 那麼簡單 它是會幫你把飯桌拆件 才拿走 所以是超級方便 它有四個尺寸 不知道也沒所謂 之後收完之後 它會再幫你安排 它可以選擇六個feet 24和36 那你上次是選擇什麼 剛才我選擇了這個 24 999元一個月 但是有很多promotion 第一 材料去包 其實他們本身是包了一些膠紙 所以其實不需要 這個其實有promotion code 剛才外面就有個新年 第一個月就選500元 不知道入CNY 我們是有個promotion code給大家 但我們就有 演未告訴你 就setup個account 用email 然後呢 就是填你的名字 電話 地址 一定要的 就是拿走的時候 它會幫你拍照 就是有個code在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 那個盒子是什麼 如果你要那個箱 寄回來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清楚知道 不會撈亂 因為可能你寄了十個箱 你想拿回一個箱 那你就會知道哪一個箱 而且要不要 要不要 幫你拆件 所以拆件也要說定 要說的 可以安排一些專門的 然後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很多人就會想 如果有這些材料 如果要拿回來 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一天時間 那你只要在網站上面 選擇你的箱 你就安排什麼時候 送回來 你去那個地址 你的家也好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想寄回一張桌子 那它來到就幫你砌桌子 是啊 原來是這樣的 很方便 比如你當你想去pick up 就按這個schedule pick up 立刻來這裡 pick up 看上次你存放的東西 嘩 有照片的 嘩 有九個items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什麼呢 一張茶几 有飯桌 還有一張擺電話的桌子 這個燈 那如果你想要那個items 你就按這個send bag 正路就是 它會給你一個日期 你選擇 還有它會問你 幫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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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裡就不如說一個discount code給大家 因為太崇拜這個service的關係 卸了他們的工作人員 那工作人員就很好地 那他們就給了一個promotion code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800元 你 minimum要三個月 那它就會免你第一個月至少800元 那這個code是什麼呢 非常之簡單 就是麻油 MAYAO MAYAO 那如果你們用這個service 都記得拍一下stories 就告訴我 讓我看看你們用這個service 是否用得非常之長快 就像我一樣 超開心 好了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等待的狀態 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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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應該在五分鐘就到了 到了 這個就是我出飯桌了 這個書桌是怎樣包的 是否用保鮮紙包 同一時間這邊已經在擦桌桌了 4點3 第四十分 好 搞定 好啦 現在坐在我右邊 就有一位很專業的同事 他就叫做Carrie 但他就不想出鏡 所以我帶了很多FOXFOR的問題 想問他 Hi 我想問FOXFOR其實是一個哪裡的公司 香港 但我上網看youtube 看到很多地方人都有用 韓國 台灣 還有深圳也有 我想問 那些搬的綠色盒 跟普通的紫皮箱 有什麼分別 那這個的鑰匙呢 就是鑰匙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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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紫皮箱呢 那就是紫皮箱呢 就是我這個鑰匙的鑰匙 紫皮箱呢 就是當是鑰匙佔用的空間的位置 而去收費 這樣 但我很想知道的問題就是 究竟這些東西去了哪裡呢 會在我們鑰匙的鑰匙 不能探一些鑰匙 好 我們現在看看現在的時間 最後就是剩下它的鑰匙 哇 突然感覺很清淨 耶 謝謝 好耶 搞定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燈光也不同了 剛才是我們拍的時候 都很光亮 現在差不多是黃昏時候 用了多個20分鐘的時間 就已經把我兩張桌子 包含了 拆件啦 把一張舊桌子搬回來 又砌回來 所有都搞定 真的的 對搬東西是很有恐懼的 因為我很怕收拾東西 還有很怕 真的很不捨得扔東西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不捨得扔東西的人 所以呢 我覺得有Storage 是一個 是斷捨離 還有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可以收拾東西 是非常之好 還有說真的 價錢真的非常之平易 49元一個箱 就是 大家在看影片的朋友 可能沒有我這麼誇張 有桌子 椅子 等等等等 可能其實都是一些衣服 或者是一些 玩具 等等 其實一個箱 都真的裝了很多東西 而可以是49元 我覺得真的很好 這個Service 所以 真的不是賣廣告 只不過剛巧我有一個 Promotion Code 去給大家用 就是 什麼位 可以Free到你16個箱 16個綠色箱 多划 大家立刻去試一下這個Voxel的Service 準備好留意我 下一集的影片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